大家好 我们进行到六处谈经第六评唱会评 今天继续唱会评一头的第五传 一体三身自信佛 这边接下去讲 上一次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法身佛 一体三身的法身佛 报身佛 还有化身佛 我也说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里头 也都有三身佛 不是只有佛才有三身佛 都在我们的自信当中 今天再更进一步的继续讲 今天我们是从这一段 善知识 色身 是色宅 不可言归 相者三身佛 在自信中 世人总有 为自信 不见内信 外面三身如来 不见自信中 有三身佛 这一段 其实 非常非常的感动 佛陀到世间来 其实就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 的自信当中 都有三身佛 不是从外 去寻找 去得到的 自身是色宅 不可言归 我们看这句话 不知道诸位是不是说 哦 哦 就这样 字面上的意思 特别是呢 大家学佛一段时间 知道了 一身 我们每个人 一身又一身 所以至于身呢 这个躯体呢 道中呢 都是要舍弃的 还有再往下一身去 所以就这样一个旅程 所以这一身呢 这个躯体呢 给一个色宅 暂时忘不用 不是真正的灰色 不知道大家是这样子的 来 解读这一句 来学习这一句 还是呢 有其他的 一个认识跟了解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看 色身 我们一般人呢 把这个身体 色 是物质体 有形状 物质 能够看得见 触摸得到 占据空间的 这个 称为色 我们 今天里面的讲 讲的这些话 我们拿来看看 印证在我们自己 身上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生活观 生命观 价值观 我们怎么来看待 这个生命 注意想想 我们是不是都把 这个身体 用的是我 我 我 身体是我 我的心 还有 我的头脑 都在我的身体当中 所以更认定了 这个 是我 离开了这个 就不是我 好像这个是 最真实 对我来讲是 最真实 最珍贵的 因为呢 一巴掌 打在别人的身上 脸上 我没有感觉 不是我 因为吃了东西 好吃的 要欢喜 口腔 喜悦感 胃有饱足感 清清楚楚 所以更加认定 这个是我 我的想法 我的感受 我的情绪 这些种种的 reinforce reify 这个就是 然后因为这个 认定这个是 珍贵的 真实的 因为 你吃了那么好的东西 这么样的美食 我没感觉 那个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一生 都在什么 忙忙碌碌的 就为了什么 就为了 吃好吃的 看好看的 做好的 为了这个身体 能够舒服 能够愉快 能够享受 所以我们的生命的重心 所有积极盈盈盈的 真正的 把它当做一个 这是什么 就是这个身 就是叫这个色身 我们一辈子真的就是 非常努力 非常忙碌 在做这件事 是不是 色宅 就是说 你可以安居在那里头的 你的天地 也就是你所认为的 Home Where you belong to 但是呢 又主会能大致告诉我们 这个不是 你真正的归属 不要说 这个是你归属的地方 是你的归属 所以当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在我们身上 是怎么样的情形 真的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是躯体的 当做我们最重要的 归向于他 那慧能大师告诉我们 我们真正应该归向人 向人的方向 人生的方向 而是什么 三身佛 三身佛呢 法身 报身 化身 在自信中 世人总有 世间上的每一个人都有 不意味 今天你受的教育比较高 今天 你没有 受过什么教育 不认识字 不意味你今天 生长在 人世间 比较文明 进步的地方 还是呢 你是在 荒芜 落后的地区 无论你 是什么个性 无论你 你的性向 是什么样子 无论你 今天是不是过动了 是不是你有什么内心的状况 每一个人 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 这个是佛教说的平等 为什么每个人有这个具体显现出来的不同呢 就是跟每个人过去生的所作所为 业报有关系 但是呢 如果呢 我们自信 是迷的话 也就是说 没有智慧 就没有办法 看到我们 内在的自信 就是具备着 如来的这种 三种生 那如果我们今天呢 开悟了 见到了自信 有了智慧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 知道 如来的三生 就在我们的心中 没有离开过我们 清静的心 也就是说 没有离开过 我们自己 本来的自信 这一段 我觉得 非常的让 让我感动 不见 不见 自身中 有三生 现在 会能大事告诉我 佛也这么 告诉我 那 还没有见到自信的我们 请问 佛在哪里啊 见到了吗 那到底 心外 有没有佛呢 请问 诸位 心外 有没有佛 还没有见到自信的我们 佛在哪里啊 心内 心外 没见到 那怎么可以见呢 怎么可以知道 确定呢 我们现在听闻了 知道 但是佛在哪里啊 首先呢 我们一定要先 归一心外的佛 在没有呢 学习佛法 在没有归一三宝以前呢 我们根本 可能都没有听过 什么叫 少 有人开玩笑 东北有三宝 当然就更不知道 我们自己心中有三宝 所以我们 先要归一三宝 接受三宝 接受三宝 归一三宝以后 然后学习呢 释迦牟佛所说的法 然后从里头的法 来得到这个讯息 说我们呢 每个人 自信中 有三宝 我不知道 在诸位呢 没有 在 听闻 谈经啊 学习谈经以前 知道自己 心里就具备着三宝吗 那我们 没有看到 没有开悟 还没有成佛 只听到说 因为 相信 相信 佛陀所说的 虽然没有 见到 真正的见到 但是 一开始 学佛的人 还是要相信 心外有佛 这个才是最可靠 这个才是最可靠的 因为你完全没有像 不具像 要让你去学习 很困难 而且呢 可能呢 很大的机会是学歪学偏 那 因为 我们信了佛以后 相信佛是一个有智慧 有慈悲的人 所以我们会 求佛 求菩萨 来保佑我们 求 用天护法 来保持我们 那当我们 生命中 碰到 凶恶的事 我们会去求佛 希望能够逢凶化吉 而遇到灾难 而遇到地震 海啸 或者是土石流 朋友 家人 会埋在地下 是不是会去求佛 求佛 菩萨 保佑 他们平安 我们要找一个道 要建一个道场 不知道在哪里 就持大悲众 对不对 持八悲众 希望能早一点 找靠保地 然后工程建设呢 还有很多事情 起起伏伏 有一些障碍 也会念观世音菩萨 念大悲众 诵经 诵地藏经 家人生病了 你的孙子 你的父母亲 我们就会念观世音菩萨 念阿弥陀佛 这是不是求 求法 求智慧 求智慧 佛法的指引 来解决人生的问题 是不是 是不是求 我们面对生理死别 白法人 送黑法人 新的孩子 上师的生命 我们这两年 疫情当中 有多少人 父母亲 祖父母 往生 没有办法回去 那种痛苦 是不是希望 求佛菩萨 给予你力量 给予你智慧 给予你慈悲 来面对这一切 这是不是求 面对生命中的 很多的苦难 痛苦 烦恼 希望求解脱 从烦恼中 烦恼中 处理 这是不是求 是求了 那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层次 归佛 就是接受佛了 开始学习 佛法了 产生这个信心 你要是没有信心 你怎么学 就像你一个病人 生病人 你去找一些医生 你对这个医生 没有信心 大概你的病 要跟医好 困难 所以第一个层次 有求的 如果我们完全否定 有求呢 这个是 不切实际 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众生学习一定要 都从有向 他为什么会求 因为他觉得你有用 你能够帮助到他 他才会向往 才要求嘛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肯定 是有求的 希望 那当然我们学佛的时间久了 程度慢慢提升了 就要知道了 无求才是最正确 最究竟的 只有无求的时候 我们才真的能够得到 大解脱 大自在 所以他是有一个层次 一个程度性的 众生在这个时候 需要吃什么 能够恰当的给予他 对他有受益的 那个在吃 请问 有人来到场 可能是求佛 可能是求法 可能是求生 希望法师的关怀 法师的 一个 一个指引 那我们要不要让人家来 要啊 一定要让你们来的 那我再请 请大家 请问大家 如果人家呢 今天有人来跟你求呢 你要不要让人家求啊 要啊 我们 我们每个人也要让人家求呢 要感谢有这个机会 人家会求 我们就可以学佛一样 行菩萨道 我们学习用佛的智慧 用法的智慧 用佛的慈悲 法的慈悲 来帮助人 而且积极地帮助人 帮人解决困难 帮人排除烦恼 减轻烦恼 这个就学习 菩萨的精神 实践 菩萨道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变成了 佛的化身 菩萨的化身 对不对 不是 大家有求 叫他们去问个华道场 你可以先 先做佛的化身 菩萨的化身 来帮助他们呢 那如果他们需要更多一点 更进入一点的 再请他去道场 这样你就有机会实现什么 菩萨道啊 你就有机会学习菩萨 成为菩萨 对不对 要让人有求的 就像 有人来到我们道场 现在观音菩萨面前 礼拜观音 然后到大殿呢 大殿呢 就过在佛像期 非常认真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他 那个念念有词 对不对 这样 你要去告诉他 哎呀 你不用 那个的跪在这边 对着 对着那个佛像求的 那只是一尊佛像 你要 你要往你自己的内心去看 要往自己的内心去求 要这样跟人家说吗 如果你这样 说呢 那个 不但没有智慧 还有慈悲 是不是 就有好比 这段时间 我们也接到 比较会接到一些电话 家里人往生的很惶恐 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呢 知道 那如果有念经 出家人念经 可能 有帮助 那就 打电话来 来说 是不是可以啊 我们这边有没有念经的 要多少钱啊 那你要跟人家讲 那我们这边不帮人家念经的 你要自己念才可以啊 到底上这样讲 可是 请问 打这些电话来的人 他们可能呢 他们可能呢 多半是没有接触过佛法 没有接触过正性的佛法 心里是惶恐 心里是不知所措 想找一个什么 想搞一个归处归向 来告诉他们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这样讲 你想是多大的 多大的一个打击 打到人家身上啊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比较好的 比较恰大的回答 就是说 我们都有在念啊 我们每天早晚课啊 我们那个念佛会啊 大悲咒 我们都有 大悲咒 我们都有在念 那你现在呢 你就到我们云端上 把你这个家人的名字 写上去 那 更好的是呢 因为你是他的亲人 你跟他的关系最亲密 所以如果你也能够一起念的话 他的功效非常非常大 你的亲人得到的安慰 还有信心就更大 这样不是很善巧的引导 而且会让人对佛法 佛教升起欢喜心吗 是不是 这样你智慧也正确的 传递了给他 善巧的传递了给他 而且你也什么 让这个人能够安心 温暖的这个人 让你的心能够安定下来 不会那么惶恐 这样了解吗 不要有人来问你 知道你是佛教徒 跟你讲说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找几个出家中 来送经 我们法是不送经的 不念经的 好吗 可以这样子学习着吗 可以学习着这样子来引导大家吗 这样不是更好吗 你也接引了 特别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 面对亲爱的人 父母亲 有这样生离死别 这么大痛苦的时候 你能够接引到他 他可能 下一步就真的踏入佛门来 接触佛法了 了解吗 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人家讲 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到 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如果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也成为了佛的化身 菩萨的化身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到 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我们自信当中 我们学习嘛 所以 人家内心有需要的时候 不要直接把自己的这个学习成长 实践菩萨道的机会放弃 就这样 你去找了法师 你自己先来实践 跟众生结缘 成长自己 接下来呢 要进一步 再到道场 你这样让他有两次接触佛法 你的机会 你的机会多好 我们吃东西 都要吃到相当的程度 才会觉得饱足嘛 你就多让他 多给他一次机会 你也多给自己一次机会 什么成就佛道 是不是 这很好的 很重要的 我们学佛 真的就是这个 真的就是这样 如果等听说 另如等于自身中 见自信有三身佛 此三身佛从自信身 不从外的 那我们听 好 慧能大师这么说 我们就记得 好像考卷的时候 考试飞题 是从外身 错 飞 从自身 知道了 这样学习吗 还是我们来看 让我们自己 更深入的 investigate 去思考 来看 我们这一生呢 从出生到这个 事件上 我们无论从教育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甚至职场教育 的学习 或者知识的获得累积 都是什么 经过 由外的 学习的这样的管道 方式完成的 是不是 你今天数学 不会 去上数学课 加减乘除 你哪个不会 去学习一个什么课 编织毛衣 去上一个什么课 弹一个钢琴 教怎么 告诉你 五线普教怎么看 都是什么 经过外来 压住在我们身上 从外的学习 本来不会的 会了 本来没有的 有了 这个都是一个 从外的 一个学习 教育的一个过程 gain gain gaining something that we didn't have before 但是这个 是说我们自己 本身有了 所以跟我们 从出生到大 到现在的 学习的 是不一样 那种向外的 东西 学习累积的 是什么 知识 学问 人生中的经历 但是这个 自信中有的 是我不知道的 它被掩盖起来的 我们没有见过了 所以这个自信的 呈现叫什么 叫reveal 或者叫unveal reveal 它自然的 慢慢的显现出来 还有unveal 是本来是被 cover住的 它慢慢 cover的东西 脱落了 这个叫unveal 那这些东西 盖住的东西 怎么脱落 怎么会显现出来呢 就原来盖住 压在的东西 东西 要什么 要脱落 要脱落 要let go 那我们的学习 我们的教育方式 都是gain 都是add add someth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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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hing 所以这个是一个 完全不同的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我们前面讲 归自信 三宝 那在我们每一个人呢 自信当中 就有这个三身仆 我们每一个人呢 自信中 就有 法身 报身 马身 不是只有 释迦牟尼佛 其他的佛 有这个三身 那这三身佛呢 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当中 伸出来的 本来就具有的 不过呢 只有真正已经 见信成佛的人 才能够亲自见到这三个身 大家记得吗 法身是什么 真正的法身是什么 是佛与佛能见 这个法身就像是我们去一个矿场 一个金矿 一个壮石场 它埋在那个矿石里头 我们没有看到 要把那个矿石包塞在外面的那些灰土沙尘 通通去掉的时候 保持显现出来的 那这就是所谓的 我们的自信的三宝 佛宝 法宝 身宝 佛宝 绝在坛经里面讲绝 法宝 正 正法 身宝 亲近的 亲近的 牲口 所以 并不是从 外面 外面 那这个呢 就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 今天 有一座塔 在那里 但是因为 沙尘 风沙 沙尘很大 或者是呢 有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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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重的雾 弥漫在那里 所以 我看不到那个塔 不知道那边有塔 但是等沙尘慢慢慢慢散掉了 脱落了 等到那个雾散开了以后 那塔在那边 整个完整个完整的 整个完整的塔 整个完整的塔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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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什么 所谓自信神 跟今天呢 这片是一块空旷的 原来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 哎 我要有个塔 我就要去什么 搬 搬沙 运水 搬砖头 然后呢 要慢慢慢慢把它弃起来 这个自己在盖塔的过程 就是我们一般学习的知识学问 学术技巧那些都是援引的 你原来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都不会的 但是 那个塔 也就是说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自信的三身佛 三宝 在那边 不是今天我们还要去 很努力的要搬砂搬石头弄水 然后还要学会怎么把这个塔建起来 这个塔才成型的 这样大家了解吗 我们在世间所有学会的技术 知识 还有生存的本能都是什么 都是在盖塔的方式 从外面 把这个塔建起来 这样建的塔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盖塔 它存在了 但是也会什么 不在 是不是 你造出来的 就是什么 因缘生灭法 所以也会不在 这样了解吗 现在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学习 完全不同的东西 完全不同的本质 这样大家了解吗 三身佛 是我们本身 本身就具足的 但是呢 我们呢 凡夫呢 都是被烦恼所困扰 所以呢 都被掩盖 那些沙尘那些物就是我们的烦恼 虽然呢 刚开始没有学佛 或没有接触过谈经 真的不知道有所谓的自信佛 都是一位心外的三宝 就是历史的三宝 或者是住持的三宝 我们今天看到的 有这个道场里面的住持的三宝 不知道有自信的三宝 今天有告诉我们 哦知道有这么多事 但是真的有吗 真的有吗 你是否相信呢 好像不敢相信 或者呢 知道了 也相信了 因为呢 会能大致说 因为是今天在这边 一直不停的说 不停的说 你觉得法师不像是骗人的 慢慢慢慢 听了这么多 相信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自信三宝 它review出来的是 manifest的是什么样子 然后 当它显现的时候 我怎么去运用它 我怎么去利用这个自信三宝 它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怎么可以把它变得很有用的一个东西 有没有办法让它能够灵活 然后自由的运用 发挥很大的功能 然后用它来度众生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 一个阶段 那自己现在要很清楚 自己在哪一个阶段 不要说 现在听到 听到 谈经里面讲说 我们都有自信三宝 那我们明明还是凡夫 就要自己 非要认为自己 就跟圣人一样 因为有自信三宝 那就离谱了 就在这三个过程当中 自己在哪一个阶段 很清楚 该做什么努力 那这样就是踏踏实实 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程度 哪些还需要学习 哪些不足 然后该怎么走 这个才是真正学佛修行 踏踏实实的学佛修行 清楚自己什么状况 自己什么程度 然后呢 需要 什么样的一个努力 哪一个方向 这个呢 就是残修 这个就是残修 和明清净法身佛 自然性本清净 万法从自信身 自良一切恶事 其身恶行 自良一切善事 其身善行 如是诸法在自信中 如天常青 日月常云 为浮云覆盖 上云下岸 呼吟风吹云散 上下云 万象 阶线 世人 信常 浮游 如彼天宁 这一段呢 是告诉我们 法身 是亲近的 法身是亲近的 法身 没有一定的 身体形象 没有 但是有功能 没有一定的空间位置 不占据哪一个 某一个特定的空间 但是呢 无处不在 无一不失 但也没有哪一个 特定的所持 虽然存在呢 一切的地方 但是只有 有智慧的人呢 才能够体会到 他的存在 没有智慧的人呢 就看不到他 那什么是 没有智慧的人呢 凡是有自私心 有自我的执着 有贪嗔 吃慢 你的种种的烦恼心 这样子 就不容易看得到 就不容易 发现到 有这样 发生的一个功能 就没有办法 看到 发现到 有这样的发生 就在我们的 身边 就在我们的身边 四周围 就在我们的心中 清静 发生 这个是说 以法 为生 这个法呢 绝对不是烦恼法 而是 功德法 是无漏的功德 不是有漏的 那什么叫有漏呢 什么叫有漏 无漏呢 有漏呢 就是自私的 有我 有执着的 叫有漏 有漏施的 无漏呢 就是没有自我中心 没有自我利益 没有自我的执着 叫做无漏 所以呢 我们做功德呢 有所谓的 有漏的功德 跟无漏的功德 有漏的功德呢 就是凡是自己付出的 所做出去 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有期待 希望能够得到回报 或者是呢 我自己努力得到的成就 内心会希望有人来赞叹 来肯定 希望能得到人家的一个赞美 或者是让人家 能够接受我 来肯定 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我是有能力的 这个都叫有肉 如果今天呢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即便是呢 我们帮助人家 解决人家的困难 而不觉得 我做的这件事情 是好事 甚至你今天 供养三宝 你都想到说 因为做这样子 我可以长寿 我可以得到福报 我可以得到 事业顺利 得到任何一项回归 没有希望说 自己的付出 会有某种某些的回收 我甚至希望 还想回收多一点 没有这样的心 有这样的一些 期待想法 给予的 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什么 这都是有肉 但是我们一下要做到无肉的功德 是不是很难 不容易 可能呢 做不到 起烦恼 放弃 所以我们都要鼓励人家 先从有肉的功德 开始做 然后慢慢的 能够做无肉的功德 没有任何条件 就是为了做 而做 这个功德 叫无肉的功德 清静的生活 是无肉的 五分功德 五分功德的法 来为生 所以是清静的 是无肉的 无肉跟有肉 是有区别的 是人性本清静 万法从自信身 这是说呢 我们世间所有的人 我们的本性 本来就是清静的 没有执着的 我们的本性 本来就是跟 五分法身功德 是完全相同 我们今天听到了 本来我们的本性 就具足五分法身功德 请问 如果是这样 清静的佛 怎么变成了烦恼的众生 亲近的佛性 如果是这样 成了佛的人 是不是将来还会变成众生 变得不清静 不会 但是呢 本来清静的自信 怎么会有了烦恼 大家会不会有这个疑问 接着呢 我们来解释 万法从自信身 万法呢 是指一切事件中的 一切法 这一切法里面呢 有有肉的法 有无肉的法 那一定是呢 要在有肉的法 去除以后 才能够见到 无肉的法 也就是说 当我们有烦恼 烦恼存在的时候呢 一切都是有肉的法 当我们烦恼 断除的时候 一切法 都是无肉的清静法 这样可以了解吗 我们在烦恼的时候 一切的法 一切的看到的现象 一切所做的行为 念头都是什么 都是有肉的 只有当我们烦恼断除的时候 心清静的时候 一切法 都是无肉的清静法 这个之前呢 我有举过例子 很多人呢 在残疾以后呢 心 非常的平和 身心非常的调和 所以呢 出残堂的时候 看了世界一切都没 甚至呢 出去以后 一脚踩到 狗大病 或怎么样 也都觉得蛮可爱 不会 一踩下去 就开始起烦恼 这么一头 就开始说 哪家人出来遛狗 怎么 怎么 怎么没有去处理好 怎么就想一大堆 心情就不好 然后马上就 情绪就污染了 所以是在我们自己 问题是在烦恼的有物 烦恼的有物 那烦恼是怎么产生的呢 烦恼 就像是天上的云 地上的雾 云跟雾是在地球 是从地面上 产生的一种现象 是从地面上升起的 因为有湿气 因为有水 没有办法散发开来 跟温度有关系 所以从地面上升起来 它是有范围的 就像Richmond大物 结果呢 过了那个 过了那个桥以后呢 温高华一片晴天 空气好了 暂时的 再过两个小时以后 到场的雾也散了 所以它是有范围暂时的 是有生有灭的 那个不会因为说 因为有云 所以天呢 天空呢 天上呢 就一团 一团 一团乱了 不会说 因为有云 有雾 所以天空 整个就被 滚乱了 我们大家都坐过飞机嘛 从地面上看 看不到天空 因为全部都被云 云层呢 给覆盖住了 可是当我们飞机 飞到 飞到这个高空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天空一片明亮 一片光亮 太阳光 到处 四周围 洒下的都是太阳的光 你看到云层在下面 云层很厚的在下面 所以天空并不是被云遮住 而是云从地面上升起来 站在地球上 我们看不到天空 所以像 感觉上呢 那个云把太阳遮住 但其实呢 太阳在天空中 天空中呢 太空里头呢 从来都没有云 云是在地球的 地面上的一种现象 我们的佛性呢 就像天空一样 无限的广大 本来没有云 那个云不是从天空中产生出来 而是从地上上去的 而且它就是一定的高度 有范围 暂时 有生有灭 所以它不是自信的 不是自信中生出来的 好 那众生呢 烦恼起来的时候 因为有自我 要保护自我 自私自利 这个时候呢 就会起了烦恼 如果呢 不要保护自我 不要自私自利 烦恼的云 就不会起 那个云呢 就不会起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见到 清净的法身了 因为自私的心 自利的心 自我执着的心 变成了烦恼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 见到清净的法身 只要我们 不要保护自你 不要想到 自己的利益 不要自私 烦恼的人 不会生气 我们就可以见到 清净的法身 然后凡夫呢 这边呢 就回到凡夫 我们一般众生 思量一切恶事 其身恶行 思量一切善事 其身善行 这里呢 这段呢 也就是跟 《大圣起信论》里头 讲的 这个如来藏 如来藏呢 随缘 随染缘呢 就会 成 在生死轮回中 在巴阿赖言世 随染缘呢 就是呢 凡夫众生 就是在 生灭门里头 如果是随 静缘 清净的人呢 就是清净的 真如心 就是佛 也就是 真如门 所以我们的心呢 可以随染缘 随静缘 随染缘 就是在 就是 变成凡夫众生 在生死 融合中 那如果 随静缘呢 就是福 就是真如 如果这个心呢 没有自我的执着 保护自我 巩固自我 那种自容 而这些心理的活动 那这个就是清净的心 也就是智慧 那如果 你的内心是 一直 有着 自我保护 自私自立的心理 所产生的 种种的心理活动呢 那这个就是烦恼 如果我们以烦恼的心 来考虑 来面对 来处理 所有的事情 那就可能 我们说的话 其他心念 做的事情 都是恶事 那如果用智慧心呢 也就是以 无我 不以自我 为考量 对一个解脱的心 解脱烦恼的心 来考虑 所有的事情 就叫善罢 所以我们的心呢 非常 非常的 重要 力量非常 对我们的影响 非常大 我们一念呢 心向善 我们 就会去做好事 一念呢 心不善 我们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不善 所以 修行 我觉得 一个非常 非常 非常大的一个功夫 就是 怎么样 转念 怎么样 转念 恶念 转成善念 软污的念 转成清净的念 其实就在那里 其实就在那里 你只要转念 就完全不一样 修行 要在这个上面 下功夫 就是转念 大家知道吗 菩萨界 非常重视 心念的清净 怎么样去调这个心 保护我们的善心 不善的念头 这个呢 不清净的 在菩萨界里头 都是不好的 都需要去忏悔 好 如是诸法 在自信中 如天 常 清 愉悦 常 为福音 覆盖 上 下 安 如是诸法 这里面有讲 恶法 跟善法 有漏法 跟无漏法 在自信当中 自信 如天 常 清 晴朗 开阔的 如日月 在天空中 来讲 是晴朗 清明的 没有云 没有雾 清清楚的 是常明的 没有问题 那如果遇到了 有浮云 地上有云 遮住了太阳 结果 结果下面 云下面的地上 变成 灰暗 就像我们 今天的天气 就是说 把光明 把日月的光 给遮盖住了 那地面上 虽然有云 但是不妨碍 天空中的光明 并没有说 地上有云 天空中的光明 就消失了 日月就变 黑暗了 就变灰的 就变暗的 没有 没有影响 但在地面上 能看 以为是可以的 以为是可以的 以为天空 已经完全变灰了 但是你只要 只要我们像我们 坐飞机 在云上面以后 一看 上面还是明朗 日没变 太阳没变 而月没变 完全是云 在这边 作怪 那有云 是凡复终身 这是正常的现象 那一旦呢 遇到风 把它吹散了 一旦呢 遇到这个气温上升了 软化了 云 以中的水气 消失了 就什么 感觉到是什么 风吹云散 一片晴朗光明 那你就可以看到 晴朗的天空 又看到天空 是一片光明的 那这个时候呢 地面上的东西 你也看看 清清楚楚 没有云 没有光线被遮掉了 那这个就是明星见性 形容明星见性 所体验到的这个发生 所以这边的云呢 是指烦恼 是指自我保护 自私自利的这个心态 所以风吹云散以后呢 上面的明看到了 本来以为呢 上面是黑暗的 那地下呢 地面上呢 也一切都清清楚楚 因为被什么光明 被智慧的光明 给造出了 造现出来 所以一切都清清楚楚 世人呢 信长浮游 如彼天 我们这世间上的 繁复众生呢 烦恼兴起 然后所产生反应的 种种现象呢 就像是在漂浮在地上面 地面上空的云一样 因为云一直在动 就像我们的心 常常受的近 不断的反应 不断的反应 就像云不断的在浮动 但是所以我们以为 天空在在动 是上面的天在动 那不知道 是我们自己心动的厉害 我们站在那边 我们以为是天空在动 云在飘动 天空也在动 但是实际上 我们见到的那个是什么 我们烦恼心的显现 云 雾 黑暗 都是什么烦恼心的显现 而不是清净的心 因为受到波动 我们再讲下面 这一段呢 讲完就可以到一个段落 在这个部分里讲 善知识 智如日 慧如月 智慧常渝 游外酌进 被妄念浮云 覆盖之心 不得了 这个智慧呢 这个智慧呢 就像日跟月一样 经常是归 经常是归光明的 那但是 为什么呢 我们会起烦恼呢 为什么会起烦恼呢 因为 在于外酌进 心向外求 把外境中 名啊 利啊 权势啊 地位啊 物质的东西啦 心外求法啦 我们学佛修行 求修行的成果啊 正到哪一个 正到哪一个心啊 求解脱啊 心外 求 灼了那些东西 所以你 只要那些东西 一发生影响 一不顺 你想要得到 没得到 或者什么 一些挫败 你心里就动得 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然后 就会什么 起烦恼 烦恼心 一起来的时候呢 你的自信 就被这些妄念 还有云 覆盖了 完全 看不到 烦恼 哪里来啊 我们现在讲到 真正的核心啊 重心啊 烦恼怎么生的 烦恼怎么生的 我们认为 外境中的种种 人物是使用 物质的 美食 容貌 衣服 房子 车子 太太 女朋友 女朋友 先生 男朋友 都认为是 石油 这个 我的女朋友 我的太太 长得真漂亮 很有光彩 或者是女性的 你的先生 男朋友 名 力 石油 不断的追求 权力 学佛 修行的 法 哎呀 这个法基础的 太简单了 哎 我要更高一点的 哎 这个经 听不懂的 哎呀 这个是懂 非懂 哎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哎 这个 这个我已经听 很多遍了 这个经 哎 很多法师 讲 我全部 每个法师 我都听过 我还要再听一个 这个经我不懂 我来听这个 我来听这个 我来听不懂的 好 就是玄妙的 好 就修行成功 哎 我到哪里了 跟别人看一看 我修行 就打坐了这么久 我在哪里了 都把认为是石油 还有一个 认为我是石油 把设身当做什么 防射 当做自己的真正的归属 身外 心外的 这些种种间接 这些假象 把它当成了 我所 我所有的 认为我 也就是所谓的我 是石油的 这样 就没有智慧 就有了烦恼 因为这些 所以自己给自己 制造了非常多的苦 现实生活 每天过的生活中 你感受到了苦 然后呢 生死同会的苦 那如果知道这些苦 都是从自己内心 自作自受 苦的来源 你就可以为自己解套了 原来苦是这么来的 原来都是我在那边 不停的制造 增加产量 你的烦恼 你的苦 就不见了 这一刻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智慧什么 现前 你的心是清净的 有了智慧的 那 坚信呢 明心坚信 坚信之后 要没有烦恼 才是真正有用 才是真正的明心 坚信 如果坚信之后 一刹那 那个时间过去了 以后呢 还是烦恼重重 那你 所见到的 不能是 不是清净的 发生 好 现在下一段呢 下一段的内容 很丰富 我们今天讲到 上一段 下一段 讲预善知识文 真正法 除迷惘 内外民主 自信中 万法 坚信 清净法 生活 这下一段的内容 非常丰富 我们下一次来讲 我们下一次来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